为维护县内排水通畅提供县民良好生活环境 县府利用枯水旗执行清淤净化标准作业 31日县长魏明谷前往彰化市大浦节水沟视察清淤情形 并由水之处进行简报 魏县长指示在不影响户岸安全的情形之下 处理土方清书以提升大浦节水沟彰化市区周边防洪安全 达成县内治水成效 台风来临之前我们要在枯水期来办清淤是效果最好的 因为它水量比较少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清淤的土方量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就是大浦节水 我们大概要花400万的一个费用 还有原大牌我们大概要花1700万的一个费用 来办理清淤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枯水期期间能将清淤的工作做好 等台风到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给限免一个安全平安的一个家园 彰化县地形平缓 县府平时及机动办理排水渠道清书作业 以维护排水通畅 104年以执行清书作业158公里 更利用汛齐后对于如大浦节水沟 园林大牌等大型排水 进行计划性的清淤工作 105年县政府将主动出击 区分大规模渠道清淤 中小型排水计划性清书 机动清书三种标准作业方案 在年度训期前 依计划先进行中小型排水清书作业 以提高区域排水的通红量 公益频道许维珍 张华采访报道